才刚补完 路面马上又铺了个大洞 不耐中压的薄油碎了满地 而另一头水沟盖旁的路面 也是一样的状况 这里是淡水逐围6号道路的起点 上个月医员郑代丽香才亲自会看过 不到一个月状况却没有变得更好 也让里长们气得跳脚 一些节水沟盖 破掉的 坏掉的 为什么不把它赶快把它整理好呢 我们艺兴工作当初这个工程 应该有编这方面的经费 路灯也好 排水沟也好 人行道也好 标识牌也好 红利灯也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 统统统统不及格 所以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遗憾 不但路面接工的品质相当差劲 人行道的中间竟然还有一条电线 如果在夜间视线不良的时候 竟然很有可能会被绊倒 而这条竟然还是路灯供电的线路 施工品质之差劲 也让议员服务处的主任相当不得认同 然后择棋请所有单位 针对现场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包括薄油的品质 解水沟的损坏 路灯的损坏 包括一些电线 一些很多很多的公共工程上 要择棋请他们来做一个说明 六号道路自从开辟之后 低劣的工程品质和危险的交通环境 让当地居民抱怨连连 但无论什么修都无法一次到位 里长也希望师府新工处 能够拿出诚意来一次解决问题 不要让里长一而再再而三的召开会刊 让我们也学会职员 记得陈伯卫淡水采访报道